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不過去年停辦的臺北國際電玩展 主辦單位決定二十八號如期登場 而臺北國際書展的實體書展 文化部則是宣布停辦 而線上書展則是持續辦理 臺北國際書展近年來 每屆都有約六十萬人次參展 現在因為疫情升溫 連續第二年宣布取消重創出版業 來給予相對的一些服場 書展決定停辦 出版商雖然泄氣 但也決定自立救濟 像是時報出版決定 將原書展現場的沙龍活動 搬到自營書店舉行 而同樣有高人氣的臺北國際電玩展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 主辦單位臺北市電腦工會則決定 二十八號如期登場 臺北市電腦工會強調會加強防疫措施 記者綜合報導